现在是农历七月 遇到这种巧合 让人真的是吓死了 这是海巡队员在9号清晨5点 接到通知说新竹外海有一艘无人船 这个无人船就已经说是没有人开的 却一直漫无目的地乱走 仿佛幽灵船 后来才知道原来是这个船 之前发生了碰撞 船长落海之后 被另外一艘船救起来 但是自己的船 这下变成了无人操控 最后就一直等到油料耗尽 才拖回港内结束这一场惊魂季 船上空无一人 不只绕圈圈 还直直地往海巡舰艇冲过来 海巡弟兄在风浪中紧盯 原来在少于船9号清晨5点 在新竹外海和另一少于船 发生碰撞 船长落水之后被搭救 但自己的船就像幽灵船一般 在大海中漫无目的地飘航 耗了四个多小时 直到燃油泉用光 船才终于跑不动 在海中停了下来 船的人员虽然都有一点小伤 但是就役之后都没有大碍 农历七月遇到无人船四处晃 老渔民也说从来都没停过这种状况 最后这艘船在海巡帮忙之下 拖行到安全海域 并且借户回到新竹渔港 才结束这场海上惊魂季 华智新闻 高明县张书铭 胡新宇新竹报导 小伙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